许多技术分析书籍中都,赫然写着股市上什么都可以骗人,唯有成交量不可以骗人,股票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买的人多,卖的人少,价格就会上涨等警惧,一般入市者多早以耳熟能详了。 但仔细想一下,这些所谓正确的东西一定正确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迷信成交量变化程度的投资者最终还是以亏钱收场呢? 静态的成交量是平衡的,有买就有卖,成交放大,既说明买的力量在增加,但同时卖的力量也在增加,成交缩小,买的力量在减少,卖的力量也在减少,对后市真有启发意义有限,如果真有一种指标能清楚地揭示未来的动向, 那么市场会怎样呢?既不是猛涨也不是猛跌,而是崩溃,如果所有的人都根据同一个信号买入,而没有人卖出,如何成交,化学反应从原料到成品的过程,整个反应速度是取决于最慢的那一步。 同样,静态的成交量是平衡的,有一千人买就说明有一千人卖,成交量的大小取决于买卖双方力量小的那一方,而非力量大的那一方。 有一千人想买而,只有一个人想卖,最后的成交是一而不是一千,一千五百人想买,而两千人想卖,成交量是一千五百而非两千,只有买者和卖者平衡,成交量才达到最大。 成交量虚伪的一个重要方面,大资金操盘时刻,计划着能诱出的筹码和诱进的资金的最小值,最为下一步的操作的依据。 成交量是交易双方对市场的反向认同程度的反应,反向认同度越大,成交量越大,反向认同度越小,则成交量越小。 成交量对市场的预示功能是极其有限的,尤其在最近这种很低成交的调整中,很多人还用成交的萎缩来当成什么底,这个时候成交量的萎缩,恰恰说明根本少有资金参与,有成交出现的也是多杀多或者继续放量出逃的专股。 成交量的虚伪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道,自买自卖,以使对成交量迷信的投资者上当。 要知道,股市是一个买入别人不想要的东西,而卖出别人想要东西的场所,而且大部分人都是错误的。 庄科已扮演散户,但散户绝不可能扮演庄,庄家行为有时和散户行为是相似的,他更会利用成交量的情形来诱骗一般投资者。 如果投资者一定要用价量关系来判断的话,也一定要分清行情发展的阶段特征,同样的价升量增,出现在大盘的顶部和底部意义完全的不一样。 如何识别突破前的真横盘与假横盘? 股价在运行的轨迹中有三个阶段性特征,第一,向上攻击,第二,横盘整理,第三,向下调整。 强势上扬的个股并不是介入的好时机,当你介入这些所谓的强势品种的时候, 恰恰是它们能量耗尽的时期。 科学的买入时机应该是股票价格运动整理的尽头,多头再次聚集的时候。 股票在突破前都会出现横盘,这其中有所谓的真横盘与假横盘。 真横盘是为了今后的再次上工作铺垫的,这也是我们主要研究的方向。 平台整理完毕突破模式是精确交易中主要的获利模式之一,这种模式主要选择的品种是那些横盘完毕有再次启动迹象的个股。 由于在日线以上的K线图中,容易被主力的高级片线所迷惑,只有从15分钟线中才可以找寻到其股价精细的变化。 其看盘要点就是,首先第一波上弓的时候有力度,最好拌有掌停板出现。 其次,整理区域量能逐渐萎缩,从盘口分析没有什么成交,几乎是所谓的散户行情,证明抛单很轻。 抛单轻说明,一,浮动台已经休息,多空分歧不大。 二,主力持有大量筹码。 处于这种状态下,主力只需要出面煽风点火,股价马上就会启动。 再次放量启动时候的特点是,15分钟中的均线系统多头发散,还有MACD等中线辅助指标发出买入信号,同时盘口上出现大笔攻击性买单入场。 在行进过程中,主力多半采取加板的手法,一气呵成进入拉伸阶段,这是主力运作的理想模式。 实战中情况复杂得多,更需要观察大盘的动向来辅助判断。 加板操作是主力的一种做盘方式,其在即时图表上的表现方式多为在某一区间内上下都有主力故意摆设的大笔报价单埋伏,使股价在某一固定范围内窄幅运动。 在建仓,洗盘,拉升,甚至出货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做盘方式。 在上攻图中,出现这种做法的股票,一般后市短线爆发力很强。 可选取那些日线图表没有出现明显拉长阳突破,而是小角度攀升的股票。 只要从15分钟的趋势图上,可以分辨出今后会出现大级别的上攻行情。 再结合谈口语言的基本知识,就可以准确无误地选取到比较精确的买入点。